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 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 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顾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同夫瓦雷拉对阵朱志杰的比赛 对 C 组的比赛 是的 往上迎来 D 组的比赛 D 组是 好 现在看 C 组的比分 瓦雷拉和参加上来都是积3分 是的 然后小伊和朱志杰都是积0分 他们的比分前两个和两个都是一样的 对 因为两次都是3比2 所以说他第一场分数拉的不是特别大 是的 所以说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对 因为其实分数拉的越在的话 其实有的人就可能失去机会了 对 只要不是3比0 3比2都是有机会的 对 好 看 D 组是斯尼克 李博对着孟哈之锋 还虽然对着 佑仁爱 对 孟哈之锋对着艾陈肖 是的 艾陈肖也是最近非常出名 非常火的一位选手 对 在中国上 打出了风采 对 好 就不要说了 好 看一下李博的职业 李博是德鲁鱼法师萨满术士 被搬掉萨满 另外是法师萨满术士战士 也被搬掉萨满 是 萨满都搬到萨满了 很正常 今天白天的比赛基本上被搬得 孟奇兰说六场比赛 除了瓦雷拉的萨满没被搬掉 就是朱志杰没有选择搬过萨满 其他的选手的萨满全被搬掉了 可以说他没搬到萨满 但晚上他差一点被关 是 这个萨满可能 所以说朱志杰不换 可能因为他确实了点 看下李博 WC204全组冠军决赛 然后15年黄金共赛史阳占八强 是 前世也是WC第一届就拿了冠军 对 我觉得照片可以把我放比较好一点 好 下一个 一人外 他俩的头型好像 你发现没有 是 都是属于上了没什么头发 都是天津味的发型 界联赛14年冠军 东北区实力赛冠军 黄金公开赛亚军 这个亚军是跟你一个比赛的 对吧 然后你是冠军 他是亚军 很久之前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不捧捧我 对不对 忘了我的事了 好像你也拿过亚军 是 我也拿过亚军 好 这个 他们现在看了六场比赛 今天打到现在六场 就是五场比赛 全都半个萨满 是 而且每个人都带萨满了 对吧 可能大家就是 这个萨满这个职业 虽然说中赛比较慢 但是旧派他糊了 一旦糊的话就是任何派打的都很难 是的 从一国确诊到二国这个土腾模向 然后曲线就是一直压制 对 而且关键是每个河 都是超模的生物 然后超模的生物 摘一块配合还有combo 尤其这个深渊魔物 新增加的深渊魔物 也是非常强的一张牌 对 增不动就两费啊三费啊 甚至零费就争出来了 对 零费的融合 刚才属于 他比融合要厉害很多 是的 好 开始了 动物园 动物园 动物园取手留了一个R的这个东西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 怕那边是冰法 万一是冰法 怕冰法 万一冰法 我觉得应该打李宝应该不用怕吧 万一是冰法 天师万一是突然 突然间转性了 那一天再打 好 应该出个三二 这硬币应该不会交的 这边李宝可以选择直接还明显解掉 然后出个三 肯定是还明显解掉 对 你看不会交硬币吧 应该不会交的 硬币也小伟手里 是的 肯定的 这边又有个法力服务 但是没有用 说了现在卡法术了 别看很多生物 但是那卡法术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生物实际上在换质量的时候 你是换不过动物园 跟动物园拼前期的生物质量是没法比 那这边幽软可以选择直接上个二费的R2吧 对吧 我觉得还是上小伟手里比较好 也可以 小伟手里的话肯定交交解 可能就怕镜像 镜像能卡 对不对 剩下都卡不住 这回如果是镜像 还有一个是那什么二费的那个法强加奥充 对 法强加奥充 奥充 对 奥充充 就很难受了 是的 这边全是法术 这边全是生物 感觉法师跟动物园一样 这两个怪如果是你的话 你选择卖哪个 反正肯定要卖一个 肯定要卖邪教女巫 那邪教女巫对吧 对 因为下方你要是 你下来抓来什么东西 基本上打到这个加奥充充 哦 他选择是撞一下点一个吗 这样打的话有点 你不撞的话被人加buff 直接就被这手吃了 不 他要点一下的话有点亏节奏 关键是 他不点的话白撞了对吧 不点的话被1白吃了更难受 哇 直接出第二个就可以了 是的 或者摊一下这么一截也行 这么打的话也行 摊一下 这样的费用好像不太好吧 他可以叫嚣然后装一下以后 之后再一个 你觉得叫嚣然后攻防 对 攻防转换 把自己叫嚣攻防转换 变成一个第二 变成一个 因为左边这个怪 你不敢打我你打 对 变成一个 哦 这么打也行 对 我觉得这么打 就是给这个小手里面的一张四 这样的话防止对面火药了 你火药怎么出 你出火药以后 你敢要出二手冲击 或二手飞弹什么之类的 可能这个李伯这个起手全是凶物 好难受啊 他那个起手吧打那些战士啊 打德鲁伊啊 打什么牧师啊都还不错 但是打一个快攻职业的话 就很尴尬了 好 这边 这两个双撞小鬼手领 接练小鬼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不解了吧 还是要解 我觉得还是要解 因为那个起手有法强在 他一个奥处就把你这个四血的怪弹掉 也有道理 还是要解 可解可不解吧 反正都可以 这里边好难受啊 下方只能出一个这个 强行找一张牌 是的 好 我们看看找一张什么牌 非常关键哈 搞着个AOE 最好暴风雪对吧 因为被冲暴心他来不及用 暴弹的话只是为配合用 可是关键是基本上有一个24在场的话 你暴弹不舒服 我这边伤害好高 手里下火能打出一个10点往发 下下火能打出一个14点往发 就直接换脚 就练小鬼直接换脚 是的 换脚之后全打脸了 或者顺序交个例子都可以 这两个小鬼手领 真是让这个火药欲哭的 下火这个火药飞弹可能会出问题 这个火药飞弹怎么打 打谁好啊 那就火球直接把这个四血消除神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解掉 对啊 或者哎 这个直接解掉吧 直接把那个另外一个小鬼点 对下火我再出这个 下火火药 火药奥带 然后万一要多来一个法术的话 能再多出个法术 对吧 因为这五元是卡的现在 是的 那这边是火药出风 可以吗 可以 我觉得 是一种选择吧 对吧 哦 那就只能出一色之一元了 那这边就火药 然后 有可有可能反场哈 这个看奥带发挥了 我觉得肯定要肯定要堵的 这时候下不堵 就是有可能反场的 没有机会 他现在来一张寒冰剑 寒冰法点 寒冰法点30没有用 小伙估再说了 开吧 一共是10点伤害 厂攻厂上防律是10 能不能全部倒架子 是的 防律强益是11 超一个小伙估一点 看 这个奥带如果全部飞脸的话 诶 哇 基本上我觉得左边那个 有大概率死 看是没死 我没死 没死 没抓到 哎呀 这好尴尬 诶 这为什么要点12呢 嗯 不知道 为什么呢 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不点12呢 221下火直接点到 看看场景够不够 对啊 肺手里的伤害是够 但是肺不太够 是的 手里伤害好高 点脸都比点12好了 我不太理解 不过无所谓吧 还是要过牌 这边可能要几场了对吧 对 抽一口几个场 抽个全解了就 其实这样就全解了 就抽一口吧 抽一口为了找一些新的牌嘛 哦 两个这个 那可不可以 呃也不可以 还是要全解 这两个 可不可以留一个三二呢 嗯 嗯 你是你的意思 对就是这个教会可以打脸 对啊 这个没必要啊 就直接两个 两个都交了以后 然后把那个叫肖搁到最左边 或者搁最右边 然后那个给你是一加 你这么打的话 实际上 那应该是要 浪费伤害了呀 应该是要是要打脸了 嗯 哦对 没错没打错没打错 是我看错了 他比较叫小小 哎 他这不是意见伏比的吗 对吧 好像是 嗯 你这个孔狼你放在左边 右边都没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面肯定是要开 开爆点了 开爆点了 还行 还免签能接受 对免筹点掉 基本上都把 哎 就是价值高的都解掉 点掉议会吧 反正是全都要解掉 对啊 不是只留一个怪吧 只留一个怪 嗯 还不错呀 那感觉这个动物园 还是要要被那个什么 因为一个兵甲能抽好长时间 两个兵甲关键是 哦他不解了 他不解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解吧 也可以不解 他这边写不多了 这边应用来只有10点写了 动物园带一张沉默 嗯 而且关键带了沉默以后 还带了一个22的那个什么 连锦师 这就很尴尬了 他放了很多 功能牌 对 一刀流的这种 是的 这张卡 那还是要解 这个 我还是要解 那就只能先抽一口 敢不敢抽是个问题 但是不抽的话不行 都不说你怎么赢呢 你就拿一只罐跟人玩吗 不可能的 你抽的话 下火就是 火球又死吗 火球不死 火球差一钱 那火球跟死了没有区别 是吧 因为你只能一点鞋 你怎么也要 他怪一个奥秘大概率是冰箱 是 而且你还要考虑破反制的 破那个镜像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是拿这个4-3破的话 很有可能就 这个孔狼先打药脸 看看是不是蒸发吧 嗯 知道是寒冰护体 对 寒冰护体 是 是 这真 不对 苦狼打脸不对吧 他那边应该如果是想破的话 应该先上破滑队 然后看看是不是镜像 如果是镜像的话 那三弓的和二弓全惯了 对吧 那如果不是的话 这拿苦狼打脸 还是要抓牌 不抓牌你赢不了 是啊 肯定要招牌 不招牌怎么赢呢 这对面都加血了 你再不招牌 不可能了 都这么多血了 哎呀 操作完了 下把能不能够斩杀 能不能不关键 关键是 关键是这边 这边怎么死 李伯里边怎么死 已经30血了 李伯还能撑几回合 还能撑个三四回合 现在是22血 加8点血是30血了 重新开始 他其实试出来这个 这哥哥哥没用 嗯 他其实试出来 主要手里是一些斩杀牌 没有生物 对 他扑不了场 他结果比得抽一口了吧 上货如果抽一口的话 哎 啊 他要冲了 冲什么意思 冲什么意思 有什么有什么用呢 对我不理解 也不够四个人 是啊 他在干嘛 打脸 打脸是可以啊 但是 对 不是 第二笔牙 那给这个五血都换了算了 换是换了 然后出一个这个哥哥 那现在还是一个火球就死了呀 就是一个火球也不是死了 你抽一口的话是一个火球死 对 你就赌对面连抽镜像吧 李波连抽两个镜像 他没有镜像 你说镜像是那个小镜像是吧 就叫镜像 哦 那个镜像 抽了 他上火抽的话 只有再抽 可能打出这个四伤来了 他见过抽的话 因为李波已经教我一个火球了 第二个火球概率不大 还有一个火把在排库里面 对 这个可以解可以不点 下火能不能叫杀 好像很难啊 下火 9加14打23 哦 就来完了 至少三个火把点都快点死了 这个真是每火把一个火球点死你 这真的来个火把都快死了 这要点几个火球 点三个火把 这不能抓 这个真是不能抓我觉得 这个点一下的话 也不是不能抓 我就可以抓 火刀应该冲了 这火刀应该冲了 可以冲可以冲 应该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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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只要飞中一刀的话 就能把你炒功全解了 射中 没飞中 那就很尴尬了 你说你是撞 还是要撞 一 肯定是要撞的 你剩一个怪就会出问题 肯定是要撞的 反正你现在扑不了兵 对 你解不解没有区别 对 你解不解没有区别 对 厂功8513 是能把冰箱 不是差一点 差点点伤害 肯定是要撞的 我觉得这把里面优势极大了 不好说 如果这是连续鬼抽 连续鬼抽什么 想想 你帮他想一个死法 邪叫女巫 他出了一张了 只有一张了 先抽个火药对吧 火药一张 然后接叫女巫一张 这是连续鬼抽两个 两个镜像 行行 硬想的话也能想出来 主要是很多牌 比如过牌也好 或者蓝龙也好 或者是蜜宝宝点也好 很多牌算是鬼抽 打脸吧 五脸跟六脸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你还是要死 他可能觉得我一会就打死 不对有区别 蓝龙找寒冰箭是能够打五的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在李伯那边点脸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点这个怪 他也是出冰箱了 对吧 也是出冰箱了 一定出的 所以我觉得蓝龙找寒冰箭 这样刚好打死 对 好这个就随便打打 就看李伯这一手抽了 真有机会 真有机会 是 对方什么双树地弹呢 无所谓了 肯定的话 他是浪费伤害啊 没有必要啊 没有没有没有 飞刀转了就可以了 他这么打人破一箱无名是吧 都可以 但是你手里有一个打四的话 你一箱破冰意义不大不大 无所谓 就看李伯这一抽能不能抽来了 是 这个就是镜像 然后这个一些东西会卡 剩下都会爆 关键一抽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 有没有第二个一抽 有没有 还有一张什么 不知道 卡住了 但应该打不死 第三张是什么 没有用 炎爆术 魔爆术和炎爆术 GG 天师果然是连续的鬼抽了 是的 三张 四五个回合吧 三个回合 三四个回合左右 对 火虫把自己打死吧 我觉得天师坚强一点 坚强一点 自己把自己打死 好 死了 不是 他两个兵甲如果是有一个是一个打脸的法术 早就赢了 你不用这么说 中间任何一个是打脸法术都赢了 你不用说两个兵甲的问题 他主要是两个密宝把脸开的太差了 嗯 对 其实第一个密宝把脸开的还可以 因为两个兵甲帮他挡了一回合 或者两个回合 要伤害就可以 对 到一个进攻性咒语 对 但是就是后边一直鬼抽鬼抽鬼抽 而且就是李博那个火腰接双奥弹那时候打的也很差 剩两个最关键的怪 那个异会活下来了 那异会你要打个八 是 不过也没关系 就是异会如果活不下来的话 就这时候冰箱也会肯定成破 这就是纯属什么办法的 就是火腰法这种在天天上打 你连抽了至少 我估算一下四五个回合 而且火腰法很难打到没牌的 我发现 天天的火腰法基本上都是牌亦打越多 一打越多 它是演员 最后抓个命好点又有三张牌 但是还是不太能用 它主要前期的抓的生物太多了 对 法术跟生物就是分开了 它抓的前一半 像三二那个三倍的三二那张牌 就是加一法强那张牌 如果没有法术配合的话 其实身材很差的 对吧 二分三二的话身材很差的 邪叫女巫这张牌还是要看 是的 哦这边骑手轮动要不然留 这是土豪战吧 打一个术是骑手轮动应该留 我跟他说了应该是土豪战的 对对 李博应该肯定是动 他也换了 他找小斧子 他找小斧子也是有道理 所以我就论斗留 留就可以 对啊 你就不打土豪战打羽肉术的话也是有 不是不打动物园 打羽肉术的话也是有用的 对吧 因为因为你不是萨马 你的生物质量都是靠一张张牌出来 是的 好 这边直接出一个 这助甲师要不要卖 卖 卖 也不算卖吧 但他在视角里面他也不一定死 没成了我也会说 这一个孔狼就白吃了 是 理论上有很多东西能打死 好 小斐说的 这边打不死 对于Runzai来说的话他也很难受 他肯定不能叫顺风战 土豪战这个棋手就好难受 是的 哦加顿来了 这顿上刚才赶紧过一张吧 是的 四费有什么值得出的吗 四费的土豪战最关键的牌是什么 雪替勇士 是 也只有这一张了 其他的好像都不会 怪的话其实都无所谓了 因为怪的话生了有一个三五 那非生物咒语有什么呢 这边解了 也是比较不贪好 直接解了 这怎么办 学校说的话可以不解 你出一个伊伊丝竹星对场上的局面 也没什么光阻 是的 哦 出虎东好一点吧 出虎东找个优斗嘛 对吧 我现在没论到怎么玩这个卡面 没优斗不能赢了 这应该起手留牌我看不太动 对 我论斗肯定会留的 这个伊丝竹星可能先是要 先是要站个场 吸引一点火力 是 屁股大来说的话 肯定出伊伊丝竹星 但是你出了伊丝竹星 夏娃娃还是没有事情做 觉得他手里四个生物全都 在垃圾 对 丢就丢了 那夏娃跟他换了 好 这的话能出两个招摸村民 实际出一个抽上牌也可以 我就防御乱斗吧 抽上牌吧 对 抽上牌吧 这块抽上牌 这块抽上牌的话 吃个乱斗你真喜欢了 其实做的还是比较那个生气 是的 知道对面这个出伊丝竹星肯定是土豪 肯定是有至少是有一个乱斗 我觉得可能还是出乱斗 对 一个都两个 对 对 嗯 先苦痛接这个扶手打击 嗯 好不好 好啊 也不是好不好 只能这么弹 要不就斩杀 把这个小狗城斩杀 我觉得也可以 再出一个苦痛 但是你小鬼手里 那我觉得不如直接出过苦痛 关机过下锅的什么时候来斩杀 你这个苦痛如果不这么射手过牌的话 哎呀 这是太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是要几个什么 没错 但是你 我总觉得这么打很亏啊 这么打啊 这两张牌换一张 而且这个场宫 没什么变化 是 但是其实对于英文人来说的话还不错 为什么呢 才会可以出螺丝 不是可以出一个女王 对吧 然后对边的场宫现在不高 然后小狗出女王的话 这个女王如果能赚到的话 但是女王在动物园这么多生物面前 他想赚到除非抓乱斗 其实李博这块打的可能不是很好 他可能应该铺了 因为对手都这么怂了去结场了 那手里一定没有乱斗 实施鬼 那应该出女王了 出女王 女王接加盾 他另外可以找一个这个 第二个实施鬼 然后把这边清了 是的 那天生感觉这这波压力做的不够啊 这找个什么 找个什么也没有用 学术术没什么用 还是招牌村没用 学术海盗吧 学术海盗这边没有武器啊 早晚有的吧 打一个战士 好 熬印了 这肯定熬印了 看看这一个加盾能死多少 这个加盾能死多少 能死好多 但是尴尬的是什么呢 尴尬的是这女王赚不到东西 我尴尬还是那个医会还活着 只要医会还活着世界就不一样了 对有可能被打死 那要去换个选择 直接就 就砍 这个应该斧子兼实施鬼啊 把那个徐公英文砍了 然后女王把那个 拿个怪对吧 对拿个怪也可以 大概率能拿一个比较不错 因为剩下都是一些医血怪 怎么能拿个大戈里拿个不错的怪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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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出异议 他这还要防一手吗 也不是不行吧 他可能觉得阿克斯加队好像在玩一起 万一你真是有乱动了吧 对 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没有办法了 英中爱不知道怎么打了 没有乱动的话 而且手里卡两个过牌 这俩过牌 不扔上去的话永远过不到牌 但是有没有时间扔 之前有时间扔的时候 他要选择从一波结场了 他那波自费时出了个伊斯 逐星没有出苦痛 戒指其二是后来选择了寻风斩斩杀 没有出苦痛加寻风斩 但是还是骑手那个乱动应该留 如果留乱动的话 其实李波留第二波 他也不太好办 你现在来个乱动 剩任何一个生物 下把人 没有问题 他总比出个猴爹 不知道撞谁好 是 场上九弓 飞刀再飞一下 好 这边九弓的话 十一弓 随便找个伤害就死了 任何一个伤害就死了 因为现在只要有个阿克斯在 只要一点伤害就够 可惜没死 这时候真来干的弄 会不会翻了 那这个加弹杀你会不会解 我肯定不解呀 我肯定打脸 他烧自己把自己烧死了弄 是 差一 而且关键人解不了 他怎么解 那是四写的 那是几写的 四写的杀的咱绝 我不能拿这个 对 海军人解不可能 盾某 盾某没有用 没有用就弄牌死了 把这个海军撞掉之后 三点甲 三点甲撞掉一个 这边产攻是五 没有用 解不干净 还有一个解就是出苦痛 然后盾某自己 但是不够非乱动 不用乱动 再找第二个复仇打击 因为这牌是有第二个复仇打击的 只有这么一个解 真是 其实说两个复仇打击 有道理 有道理 真的有机会 只有这么一个可能 但这种概率实在有点低 是的 但可能只有一个复仇打击 不知道 反正就是真的 你这么一说的话 是 确实是绝境之中找生存的手法 我们从来这么玩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趴在地上活着 他也是活着 每天一笔动物园跑了 然后英雄爱是什么跑了 英雄爱是一开始动物园跑了 两个都是动物园跑了 是的 还剩德维法师打法师战士 其实火药反对战是一个挺不聊的一个事情 就是谁看前期战住 而且火药反对战也是一个很难翻的一个 就是优势的位方很难被翻 对吧 一旦就是说你的血线低了 人家把你冰箱打开之后 你想赢的话 很难了 对 除非是你犯 就是你在需要密码点过牌 被对面反制 把你冰箱给你反制了 才有机会翻 一般人也不傻的情况下 应该也不会 是 就是看到奥秘的话 总能长相试一下的 对 就看一下对面的奥秘是徐林雄是给的 还是那个命法被人给的 一般上主牌就带一个冰箱 不过在天星打 他真有主牌带进行尸体的 哦 就是偷你不意呗 对吧 对 但我觉得 好 这边是个 尤格萨龙德和尤格萨龙法 这个火药你会留吗 这个火药我可能会留 打德吧 慢的 但是德你需要四个才爆发 我觉得前期有一个无学会更好 打这个德不一定说需要爆发 我就直接就三位扔上去 你挤得了挤 挤不了的话我就拿他振牌了 金香 就为后期这个火药战场做准备 这种四血的火药 那这边直接出两个一就好了 他过了 他一为了挤你什么用 对吧 一是为了挤那个无学毒用 对 斜药女巫 是 二活成长 二活成长的话 小伙可以 成长完了 紫图来硬币 紫图用力就一个火力根虚 这边出个火药 你打不过人家 他以为能直接用硬币成长吧 早点出萨罗 硬币滋养 硬币滋养对 硬币滋养 全体注意 他选择他选择他选择什么大法 解掉 他又生两个怪了 对 但是你在火药面前牵 1-1的这些生物感觉 嗯 理论上是不太好对 是 那这边先一个奥数冲击 他只要装一个斜胶女巫怎么的 没有 寒冰剑吧 寒冰剑和二十冲击各 前修版 对 全体交我觉得 全体交 不用 不一定 这个飞到好的话 只要飞到那个三五一件的话 我就给点死了 不用飞得交你什么二十冲击了 这么大块就交了 还得交 这么大块就交了 这么大块了 不是先二十冲击好意思 对 因为如果先二十冲击的话 可能有两个二十冲击都把它剪掉 省个还没有剪 如果这把李柏就是上活滋哑的话 这个火药的可能就空打一回合就过了 对 然后就早点进入了自己的那个高分合 至少下回合我就可以来龙龙加分度剪了 对吧 这应该出来龙了吧 这肯定出来龙了 对 这肯定不剪了 反正有个零二强看着呢 零二强肯定是不太平时 那个火药80%是死了 是 这应该自然接 可是你说紫魔龙你不知道他怎么打呢 他 我觉得 自然接成长可以了 成长肯定要交了 我现在需要上龙分盘了已经 我觉得成长打一接连把这个镜像打了 然后魏软德把火药撞了 对 成长可以 这样费用是最完美的 对 成长一定要交了 因为现在我需要赶紧的去下龙了 现在下午我李柏就有八个费了 是的 那这个自然我估计是不会交了 自然暂时出来了 他也没时间抽牌 关键是 主要这个火药法 只有火药太长 他套法术打 他没有其他效能 这边一个耗手冲击加一个53563对吧 虚定无失 是的 会有点火球就会好 我炎爆树拿着 那不拿他拿什么呢 可能只能拿这个 只能考虑到后期的 因为冰环你控场的话 你还是需要 他现在主要是先拖到游萨龙 这个游萨肯定是在这个炎爆树前面 他现在是优势 他现在是尽量尽量在对面 一个萨龙直接把他打死 如果打不死的话 再靠游萨龙跟你反反反一波对吧 那这个场面就有一种办 场面冲一个 冲锋夺直接撞掉蓝龙 还要撞掉虚定无失 撞的话肯定说 蓝龙找个分度是最好的 对 冲锋夺应该撞掉虚定无失 那还亏了好多节奏啊 其实还是蓝龙堵一手吧我觉得 蓝龙堵一手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 基本就就就这个 是 可能这回李博 可能唯一就像你说的 那时候如果属自仰 就舒服一点了 对 因为反正你火药法 你不能直接还不见二冲击 对吧 试法者 应该带什么东西 就这张试法者这张牌 就是说带几张是一个蓝龙堵的 就这张牌一般的话 哦 这张牌 那就出一个这个 对 出一个这个加这个 他换个奥秘 这样你不知道 我一张蓝龙堵拿是什么 是的 这个奥秘在破之前好像是不知道的 就是破零后不值 是不是能看到创建者是什么 不能 不能 在头上也是不能创造的 看到的 那边有个景象 诶 刚好全清 还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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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三四试法者相距的蓝龙举起来 肯定是蓝龙更厉害 对 而且三四也打不过四四 那就是天师先出有个萨龙吧 不 天师肯定不出了吧 这场面我都能打回来了 出一个萨龙干嘛呢 他肯定是要解决 这边练锋棒棒 我觉得偷两个小果一一的战场 然后点一下 火冲加雷锋给蓝龙举 或者打脸吧 这练锋好蠢我觉得 我也觉得好蠢 但是也不是不行 偷两个一二一也特别蠢 是的 他可能这样就是我多火一会 然后输出些游克赛龙 是不是 多有个法术对吧 对 游克赛龙多一下 然后眼包直接放一放 那肯定是要出 什么蓝龙加镜像 这样好吗 那不然怎么办呢 出这个也行 出这个把激活的镜像也用了呗 这我可能就直接从游克赛龙 不好吧 激活 我觉得现在里边没有劣势 在他没有劣势的情况下 他可能不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什么 这边用战其实带个火球的话就赢了 对吧 火把打脸赢了 小果直接叫杀了 小果直接赢了就杀了 看一下你是你 先扑点反制 对吧 这就怪小果可以出可以不出 反正火把要打脸 然后火兽要点脸对吧 既然火兽要点脸的话 那小果就不出了 李伯知道这边有火把打脸 这么明显的不清场 肯定手里是有高伤害的 好 先放一个 看看是不是镜像 如果是镜像 懂了 诶 等会儿 第二个不应该出 不对啊 对 他一个点脸 对 打对了 我以为他要出第二个 是 肯定是要点脸 知道你镜像肯定是要把脸点 好 看萨罗放盘了 萨罗能不能翻 喂 乌鸦 诶 他要找什么 他找什么 他找一个加巴 他有个加巴的 野性之中 对 他有那个牌的 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 那只能拿这个再找了 找一个治疗之处 我以为他要看见眼神 我以为他要堵萨罗 经过没有堵 找一个治疗之处 看看是什么 没有 没有用 这个好像这个 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天使那时候 因为出一户萨罗虽然是空场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主要是把那个三四能解掉 对吧 少掉三点解 换去 我觉得他那个局面来说 因为对面法师肯定是 不出怪手里肯定是有伤害的 他现在里边应该已经知道 对面应该有眼罩了 大概有眼罩了 应该去去了 是的 好 两边都是优格萨罗的卡组 但是两边优格萨罗都没有出 对 主要是天使那回合没有自养 像你说的 他没有自养的回合 如果他自养接一个变脸的话 是有机会的 对 这样变脸的话 对面会空过一回合 像我我就可以选择很多其他的方法了 嗯 好 听说现在 这个英雄罗现在还剩一个 战士是吧 是 还剩一个战士 是的 土豪战 土豪战打火药法 那应该是土豪战士的优势 很大很大的优势 土豪战打火药法的话 其实主要要看那个萨龙怎么样发挥 对吧 因为一般能突到后期的嘛 对 因为你打别的战士 你可以镜像挡 但是你打土豪战 一路弄的镜像就废了 但是也怕 也怕就是说 真的骑手有那个法律弗龙加镜像 然后之后无限刷 天狐肯定是没有办法 对 天狐肯定没有办法 你会和法律弗龙应兵镜像 这种东西谁都没有办法 是 但相关来说 他比这个瓦王战打这个火药法更 因为瓦王战的护甲没那么高 而且瓦王战就是说 你本来瓦王战是抢节奏的牌 然后你打火药法的话 其实你抢不到什么节奏 对 然后越打后期越你越落 而且这个土豪战 现在说实话 听蓦王战基本上绝技了 少 因为现在这个火药法很多 然后孔敏河兽也特别多 关键是中速力 这个东西把火药 把王战给打没了 对 德 有个萨龙德打这个土豪战 一般般吧 各有千秋吧 这个不好输 主要是看德的骑手怎么样 战士的话 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对吧 德如果提速比较快的话 早期拍一些很多东西 然后把自己要把手牌再补回来 战士就不来好办了 而且战士这个 他其实战士是撞不到 跟德打的话 他是窥卡打的 对 他不管是斩杀也好啊 杜猛也好 其实他都是窥卡跟德在打 只不过就是说 现在德没有那么高的斩杀 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 对 猫猫跟他耗 好 过了个小斧子过了 他那个土豪战 他还没带化血维农 好像还没看见 你应该没有带 也不一定 也可能带一张吧 但是战士现在这坏小斧子 还真是太太强大了 是的 配合小斧子结合什么 土豪魔像啊 就像426一样 很多土豪战也带426 对吧 对 可能现在带 斩杀 猛击斩杀 你毕竟这个激活跳来的吗 我两个怪姐不亏吗 反正两个斩杀 但这块是不是 也可以 他想留个拥笔也没有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可能是 他一定想留给这个 普通监工 他没有监工吧 他没有监工吧 应该会带异章 土豪战现在可能带监工的非常少了已经 那这边怒袭 怒袭加坎 这个三路五肯定要解掉的 对 这个泽兰是一个很大的后患 是的 然后这边再出个路窥 应该不出窥 应该是 就说可以出啊 因为你毕竟交这么多解了 我不信你还有解 对吧 解还是有的 土豪战的解还是相当多 是的 这边都没魔打 都没猛进你还没看见 嗯 这一样是急速 又上一个 又上一次 那这边要斩杀吗 也不用吧 手里有一个 血口 那就直接上一个三五好了吧 对不对 因为你哪怕你争了 我没关系 我手里有个全程打一 我也能解 但是如果生了接个野性之类怎么办 那再接盾吧 对吧 接盾也可以解 就是有的是解法 对对对 就是我不怕你升 我觉得还是 那斩杀他太亏了吧 嗯 对 因为这是第二张斩杀了 是的 最关键的是你斩杀他你要卖把小斧头 那你还不是不理他了呢 对不对 斩杀小斧头接个伊丽丝竹星战场也没什么用 对啊 你三宫战场对面都六费了 出个大地啥的你怎么解 当中学好 学校卡了 反正我现在觉得土豪战现在从手牌来看的话是优势 就看德那边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 德需要滋养提速或者抓牌 或者来个大地把手里的那张酒牌牌给剪了 现在三亚流斯还是准备斩了 他决定强行战役 这边是很一点都不贪好 他决定都削好 对削好这让他基本上都在他发现 除了战争武术干不掉 战争武术拿伊丝竹星直接撞一下就化 还是觉得永远男孩儿也总有解干净的那一天 总有法术消失的那一天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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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提速吧 那就二二了吧 就要不能再成长了吧 我觉得还是提速吧 还挺吗 我觉得出二二好一点 对 八费了 其实如果你提速下回可以出赛亚流斯了 可能不出了 他下回可能要出路亏加分度了 那这边出个 学校直接砍了 出学校砍了好吗 我怎么觉得出加德男爵好一点 如果出加德男爵的话就是两边都不占怪 他知道对面没有这个 他也是可以 他也是冲刺的 学校所有生物带来学校团队 下回会苦痛接实施鬼 那这边李博很尴尬了 如果出这个的话就被学校砍掉 但是不出的话你又没事情多 你不能纯打个三维过 陆窥牌是要出的 对吧 陆窥愤怒接野性之力 陆窥你现在已经手里有足够的角色牌了 就已经赚到了 你就别不要再贪了 而且他现在需要更多的手牌 比如飞长之类的 过的时候 没有用 一般吧 这边一刀砍掉以后 然后上一个 上一个 上一个什么好呢 上一个猛鸡 猛鸡加 猛鸡加 加苦痛加生风斩怎么样 猛鸡加差一个费 不是猛鸡斩呀 就是二费那个 那你就不出苦痛了 出苦痛啊 苦痛加那个 好 那就全交上一个石石鬼在手里 不是石石鬼 对上一个石石鬼在手里边 果然是有监弓的 那监弓也行 监弓也行 但是我觉得还是他这个好 那把你卷风斩 什么人好 你苦痛先多 其实他可以直接占一个苦痛 因为他后面那个苦痛 直接干一个赤石鬼 因为后面的苦痛跟监弓 也可以 也可以 是的这样看的话不亏 对吧 但是你两个子完全交了 你再想普场的话没那么容易 而且手里AOE还这么多 是 这边出一个全 出一个2加2 然后 这边出加的男爵能解吗 好像不能 口跌 口跌没有用 那就过牌去吧 算一下 算一下怎么能够过最多的 或者出加的男爵也不是不能接受 出加的男爵 过去过也不是不能接受 对吧 你一个5-6 看着我一个7-5 但是他必须让德鲁鱼站了先和 战鱼鱼出加人 出大哥 出大哥 那今天的话比较怕一个什么东西 比较怕一个游戏龙 对吧 出过游戏龙 把你的爹解了以后 然后自己的怪活着就很难受了 现在土豪战是手里的货比较多 是的 好 撞掉 过了 然后过了 横扫加一个愤怒能清掉这个货 先抽一张吧 或者先抽三张 抽一张还是抽三张 还是抽一张好 先是看三张吧 先看一张吧 因为抽三张的话你就只能和打不倒 先看三张挑一张比较有关键 对 挑一张比如说斧根之类的 斧根我可能不舍得解这个 先看看有什么吧 好 我们看不到这个牌是什么 但是 他想了半天应该没有最优的应该 应该不是一个最好的解 拿了个爪击 拿爪击 横扫便连爪击 可以可以 下了滋眼 这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无所谓嘛 你跌动 你这个吼跌动卖了的话 其实我就不怕你斩杀我 他就砍一刀接 现在血吼是几攻的 五攻的 得加监工和那个什么才能解 太规了 应该不会这么打 斩杀已经用没了 杜猛 杜猛的话 现在甲不是这么多 有用 就是监工的话可以解了 但是没有意义 就很亏还是很亏 一样很亏 但你该解还是得解 是 但是他这么打的话就解不了了 他过回了 那等于要那个三张再战一会儿 是的 这边五攻刀也很尴尬 看着一个五霸怎么都解不了 他总的复杀也想到一个 能扫三的时候再用吗 那先撞一下就扫三了 再过吗 没有必要了吧 再过过什么呢 对吧 只能冠机过了 其实撞一下扫三也可以接受 直播场上全都没了 是的 他都不值得了 他不如先撞一下扫三 再出苦痛跟这个监工 也是一种打法 对 那样可能好一点 他想的可能太快 可能没想到这块地方 因为他监工 抽到什么牌都没有用 其实 那这边一根蓝龙 没有蓝龙没有废了 那就只有分路加这个 哦 他直接这么打了 他把这个最有威胁的解了以后 然后五霸就直接打脸了 对 那这边可以出加的男爵吧 对 随风斩加这个男爵可以不可以 投华侧 或者直接随风斩就好了 坐下随风斩就可以了 对 薛风斩 然后直接卡了 华侧底甲 对面格挡 不用啊 就还是二二撞一下 我就说他他撞完之后 撞完之后可能需要对面格挡 把血线先拉回来 或者你要是 他要是怂的话 不想卖这个血的话也可以说 肯定是要砍的 砍完之后这个扶手打击 就是他也可以二二撞 然后扶手打击一张杜猛姐也可以 就是啊 随风都不想换这个血的话 这应该会出图哈特了 出图哈特了 这怎么打给你出图哈特了 图哈特了 那这个局面前世又不太好办了 是的 这个 你再活一活 这个盾牌格挡之后 这个护甲就已经 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是的 怎么办 蓝龙分怒 打二 过一张牌 这张牌 直接鬼抽了一下 现在需要尤克萨龙 只又尤克萨龙一张牌能打了 成长 成长 他可以激活是吧 也行 我直接愤怒打六可以 不是啊 愤怒打二 愤怒打二 然后直接激活 对 哎呀 顺利全是一些卡手的 这就是尤克萨龙德格打到后期 其实挺容易出现这种卡手的情况 对 他很多牌都是配合这个牌 可是他速度 球方都到实费 你的蹄子肉鱼就没有什么价值 对的 这个血口还是要砍吧 我觉得 先盾牌格挡 盾牌格挡先过一张 也不是吧 先砍吧 先砍上盾牌格挡 这样的话不浪费护甲 也一样 一样 都是一样的 先过一张 过一张上个一三的苦痛失踪 对吧 然后装个护甲 女王 要不直接出女王 12拳还很难的 也可以不出 他女王可以不出 女王可以留着杜某一块配合 他那边没有什么大怪了吧 倒也是 有没有螺丝 好像没有螺丝 有螺丝 希克帕有带螺丝的 好吧 那这个螺丝不敢出 可是你别说如果这个螺丝 又软不能给压力的话 对面像我出螺丝 这边如果砸脸的话 这边解不了的 因为护甲被打掉了 对吧 但如果砸怪的话就可以解了 其实如果他结会不顺 往那边出螺丝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是的 好 砍了 哇 这边有螺丝 砍了变甲 他出了螺丝呗 然后那里边后出螺丝 加盾 加盾 加盾解苦痛可能是 不是 他肯定是准甲的 他这么打的话是什么样 应该是想叫杀了 对吧 这我加盾烧你一下 砍你一刀脸 对吧 然后下回合我就螺丝加刀 就砍 叫杀了 但是这么打的话 如果这样叫杀的话 其实理论上一个货把刀好一点 因为货把刀的话 相当多有多猛的费用 好 这边螺丝对拼 看能不能轰得到 好 我要先让找一找 最好是 不用找了吧 变脸了吧 这下回合再找也来得及 长相自然平衡 那我还出什么 我还出什么这个叭叭呢 还是看螺丝了 对 就看螺丝了 轰到就 哦 轰到了 好 这边螺丝 螺丝超刀看脸 直接把螺丝盾猛就可以了 打尾一点比较好 我觉得 螺丝盾猛 对啊 盾猛谁 你说把他这个解掉是吧 自己不出螺丝是吧 他这样打也行 这样打也可以 不是这样打的话 就要门叫杀人解怪 对不对 我省着也交个盾猛 没必要了 要不然叫杀人解怪都可以 是 这个杜猛解掉的话 你还要再卖有很多 天师这把很累动 好 那就基本上只有用造龙 有无造龙啊 没有的话就直接 好抽一张 看看有没有福根啊或者是 抽吧 你现在难道还有其他请责 找一张法术 肯定找法术 生物只有王牌了 王牌和大表哥 大表哥不合肺 啊 他找的是生物 那就这里边都出来了 找了圣极士 圣极士干嘛用 圣极士出不来 哎 造两个 为什么要找生物 我不太清楚 生物 找法术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 哪怕找一个加血的治疗之处也可以 对啊 反正就等于该走了嘛 对不对 别说还只有机会 先过一下 怎么有什么机会啊 多蒙姐一个砍一招 对不对 然后还是一句话 二分之一几率 是 而且关键是下回合 螺丝砸错了 你都要死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我还要心得怪了 还有游不撒龙 就只有游不撒龙 只有游不撒龙 只有游不撒龙的分牌 是 看看 我估计这把就死了 我估计是不害要下回合了 看看我们的螺丝哈 我来打算 你果然比较算 哈哈哈 主要是你算概率嘛 对吧 第一次没打招的话是50% 第二次的话就只有25%了 是 这把打土豪战 土豪战的话 天池也算是提了两核核素 对 它有激活嘛 它有一个激活有个成长 它两个成长好像要用了 但是没有用啊 因为土豪战里面 把旗子都给打回来了 但它生物 一把血吼把旗子都撞回来了 对 血吼对土豪战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土豪战前期全是解 你出一个我解一个 出一个我解一个 之后导致了可怜的德鲁伊这边死活 我又站不住这黑格怪 最后呢就是UOI3比2战胜了力波 3比2吗 好 是的 正后是孟烁对准安神枪的比赛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嗯 谢谢观看